哈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get ready with me 很久沒有錄這個單月了 然後那天就想說來錄一下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然後我先用水妹妹先過一下皮膚的潤度 然後讓它吸收之後會再上精華液 那我先用玻尿酸再混一個美白精華 然後全臉擦拭 然後我一定會擦到脖子 就是會帶過 然後我一定會擦防曬 然後自己才會出門 這是我平常會比較注重的部分 然後我一定也會帶到脖子 然後剛剛前面是會先把 剛剛前面還沒有吸收完全的精華液先推進去 然後我會先上伊莉亞的打亮 然後它是有機的無毒彩妝 是環境友善的 最近還蠻喜歡用的 然後用手推開就會有很漂亮的光澤度 不再需要用海綿了 你可以看看皮膚的亮度很漂亮 然後我會用氣墊 但是我會先用刷子 刷子要噴實 就不會讓刷子乾乾的直接上妝 我會把它當粉底液這樣推開 因為說真的它的質地跟粉底液還蠻像的 但這個用粉撲妝感會比較扎實一點 那因為我今天出去我也沒要去拿 所以我就是只有局部用刷子 然後局部把需要遮瑕的地方上到底妝就可以了 然後粉底用量其實都蠻少的 然後一樣是伊莉亞的遮瑕 然後它的遮瑕蜜亞 非常的適合遮在眼下 然後我用這支MAX的刷子 輕輕的把它暈開 然後它就是會非常微妙的 貼在你的眼下 很服貼 我覺得它就是可以跟底妝融合在一起的那種感覺很漂亮 因為它跟底妝的質地差一些些 然後我會沾一些些 再加強遮瑕的地方 然後這個蜜粉超好用 刷子也超好用的 我會先用小的那一頭 先在遮瑕的地方 跟眉毛的地方做加強 都是很輕的上 都是很輕的上 然後再用大隻的刷子 輕輕的在大面積做定妝 不用到太扎實 就是過過就可以了 這樣還是會保留皮膚的光澤度 然後再用眉粉 先去順你的眉毛輪廓 然後是用最淺的顏色去定掉它的寬度 然後眉中到眉尾的部分才會用眉筆 再去做加強 這樣也比較不會掉色 然後我最近很喜歡眉毛的中間顏色是比較深的 我會先夾睫毛然後再畫眼線 因為我是內霜 所以很容易會讓眼線暈開 所以我會先讓睫毛先捲翹 不會壓到我的內眼褶的地方 這個是有內霜的女生 可以試試看這樣子畫 眼褶也不會被吃掉 然後我非常非常喜歡用咖啡色的眼線 因為會讓眼神比較溫柔一點 然後不會讓眼睛被礦住的感覺 然後一定要用睫毛底膏 然後一定要用睫毛底膏 然後會刷得很慢 然後會刷得很慢 每一根都要刷到 然後用1028新的眼線液也是咖啡色的 這非常好畫 就是輕輕 往後拉 它就是會有顏色上去 手勢輕輕的就可以了 然後用我最愛的眼影洞 先第一層做高度的暈染 第一次用到凍撞的質地 然後是完全這麼不會結塊 然後顏色也非常的漂亮 然後顏色也非常的漂亮 光澤度我超愛 然後用同色系的眼影 用同色系的眼影 先第一層做高度的暈染 暈轉個眼窩 偷看電視 我超喜歡 化妝的時候一定要看電視 然後就會畫更久 然後我的下眼影一定會畫 因為我的 上面的眼摺被吃掉之後 只剩下下眼影的地方 可以多做表現 其實很多女生下眼影畫完 都會很漂亮 只是 她們不知道怎麼畫 可以試試看喔 然後再用手 去加強光澤度 在眼球正上方 她會有一個很溫柔的光 光暈的顏色 然後用 然後用 純真的睫毛膏 她過敏思議刷起來就是 非常的 很像自己的睫毛 但是非常的輕盈的感覺 不會有任何的 太過多的存在感 就是不會讓妝感很重啦 好 然後下眼影 下睫毛我會用沾的感覺 慢慢的沾上去 然後再用腮紅 這個顏色超美 最近超矮的 她第一個顏色是 有點像杏桃色 就是皮膚打起來會很像水蜜桃的顏色 然後第二個重點 我會用比較深的顏色去定調在 比較紅的地方 然後我會刷上全臉 然後1028的打亮也超漂亮 然後一定會打在唇峰上方 就會有翹翹的感覺 然後眉尾 下方 這顆打亮啊 她其實 我覺得光澤度非常漂亮 而且她很特別的是 她這個是會做 動物捐款的 就是她會撥一份的 金額 去幫助 流浪的狗狗 你看她刷在臉上的光澤 超美 就是很細緻那一種 不會到特別的誇張 然後一樣是伊莉亞的 唇夾液 伊莉亞的東西真的我最近超愛用的 因為她是無毒彩妝 然後她重視彩妝安全 就是你擦在皮膚上面的東西 她們都是有經過思考過設計過的 然後包括包裝都是 之後有機會可以再跟大家說 有機彩妝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唇夾液的顏色 非常的有氣質 就是我覺得是必買的顏色 然後她也比較不太會挑膚色 然後也可以當腮紅 跟唇膏 然後擦上去在嘴巴上面非常舒服 好了 今天就這樣子出門 這就是我的比較平常妝 那東西其實用的都差不多 你可以看皮膚的光澤度超好 你可以看皮膚的光澤度超好 不會再錄 get ready with me 不會再拖太久 好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